就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即將要出訪俄羅斯之際 現在國際刑事法庭卻有所動作了 他們丟下這個超級震撼 但也就是對普丁發出了逮捕令 理由就是非法遣送 烏克蘭的兒童到俄羅斯 所以犯下戰爭罪嫌 不過對此呢 克林姆林公表示震怒 而且不會接受 國際刑事法院 週五對俄羅斯總統普丁 發布逮捕令 理由是非法遣送 烏克蘭兒童到俄羅斯 對於這項判決 克林姆林公感到震怒 認為根本無效 至於烏克蘭則是舉國歡騰 認為這代表正義的巨輪 已經開始轉動 但是普丁真的會遭到逮捕嗎 根據專家分析 只要普丁不去國際刑事法院的 成員國 他在執掌俄國期間是不會被捕的 但是這個逮捕令 卻等於更加孤立普丁 讓他更難回到和平的談判桌 另外普丁卸任之後 有可能會面臨被未來的俄國領導人 將他送審的風險 這在國際上並非沒有先例 而當前最尷尬的就是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受普丁之邀將在3月20號到22號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中方將秉持在烏克蘭危機等 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客觀公正立場 繼續為政治解決危機 發揮建設性作用 另外白宮對於北京 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 再次表達懷疑的態度 呼籲習近平也應與烏克蘭對話 外媒報導 習近平結束訪二之後 很可能會與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通話 但是這項傳聞還沒有得到證實 記者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 17號的時候就宣布了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前往莫斯科來進行國事訪問 但是海牙德國際刑事法院 在幾個小時之後 就對普丁發布了逮捕令 至少讓陸方的重大宣布漏了點氣